东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呢继续翻滚 由于呢增值税出口退税难度呢比较大 需要我们呢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台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在之前呢我们已经打下了 关于增值税出口退税学习的基础了 包括呢像出口退免税方法的分类呀 以及增值税出口的退税率 征税率和征收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增值税出口退免税的计税依据等等 之前我们学过之后 本讲呢我们就要学到增值税出口退税的计算了 会涉及到一些计算的公式 首先呢我们先要面对的是生产企业 出口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 免底退税的计算方法 免底退税怎么去理解 它所涉及到的那些公式又怎么去把握 依然是为了循序渐进 我先把增值税基本计税公式进行分解 讲解一下免底退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大家呢面对的是增值税应纳税额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用当期的销向税额减当期的进向税额 然后再减上期留底 那这个公式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分解 当期的销向税额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 当期内销的销向税和当期外销的销向税 当然我们不考虑出口退免税的前提之下 销向税可以分为内销销下和外销销下 而当期的进向税也可以把它分解成 为了内销采购所发生的进向 和为了外销采购所发生的进向 为了内销我们有很多采购吗 有进向 为了外销有很多采购啊 这样呢我们把当期销向税额和当期进向税额分解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免底退税指的是什么 所谓免指外销不计销向 在这个公式中呢 当期销向税额只剩内销销向了 外销不计销向 而免底退税的底指的又是什么呢 由于呢咱们增值税出口退税 应该退进向税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已经打好基础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公式中 我们很直观的 明明应该是退为了外销的进向吧 但是免底退税的底体现出 我们不直接的去退这个进向 而是让这个为了外销的进向 去和内销计算增值税的那些因素去底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把为了外销的进向和为了内销的进向 一块去和内销的销向底 也可以把它看作为了外销的进向 去和内销的应纳税去底 你看内销的销向减进向是内销应纳税吗 去和内销应纳税去底 如果这个企业它外销的进向非常的大 也就是它外销规模就大 为了外销的进向很大 它去底内销的应纳税 而内销规模比较小 它把所有内销的应纳税都覆盖了 还有需要退的 我们才去进行退这个环节 免抵退 它的基本含义呢 是这个含义 但是呢 由于我前边给大家讲过了 增值税出口的退税率在某些情形下呢 是会低于征税率的 像上一讲给大家讲过的那个饼干和乳制品 那个例子 由于呢 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在现实中呢 有这种情形 这样呢 就使得 我们要求申请出口退税的企业 它所拿到的那个进向税发票 明明有增值税中发票 上面有进向税 我们也不能够把那发票上的进向税都给它退掉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T的环节 把由于退税率低征税率 导致的我们不打算给它退免税的因素 对它的进向税进行一下调整 考虑到这个因素 我们要调它的进向 所以这个公式呢 就变成了 内销销项减去内销进向 同时这个外销进向呢 我们不能直接的去抵 你内销的应纳税 或者直接的和内销进向去抵内销销项 而是要对外销的进向进行调整和修正 把由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不打算给它退的一部分因素剔除 这个剔除呢 要转入出口产品的销售成本 因为不打算给你退 你那个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上又有这块税金 寄到哪去啊 不给你退 只能加大你的外销成本 所以这部分呢 又和所得税那一张相衔接 考虑到这个环节就使得 增值税免抵退税的计算 在实际中会涉及到免替抵退四个步骤 替这个步骤 是由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原因所导致的 在这呢 我们就可以做基本的政策归纳了 对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出口货物 免抵退税 它的计算实际上会涉及到四个步骤 免替抵退 其中的免出口货物不计销项 也就是外销不计销项 而替是把咱们进向税中有一部分 不打算给它去抵去退的因素进行修正 也就是做进向税转出的过程 把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而需要替除的那一部分增值税 转入外销成本 我们教材中呢 它也列了点会计处理 就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咱们企业 直接就是借营业成本外销成本 待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 明明都拿到了进向税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了 但是有一部分要转出去 转到外销成本 转出去的这一部分 是由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从政策角度 不给你退免税的那部分金额 替完了之后 用修正了以后的外销的进向 去抵内销的应纳税 所以在这 用出口应退税额 这个应退税额 我们说了 咱们出口退税应该退进向啊 那么在这里是调整后的这个进向啊 去抵减内销的应纳税 让企业用内销少交税的方式 得到出口退税的实惠 抵了以后 企业应纳税额 可能出现两个结局 一个结局呢 是应纳税额是正数 还有一个结局 应纳税额是负数 我们一起来看 如果抵了之后 我们应纳税额的计算的结果是正数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对企业外销啊 不够强大 内销太强大了 你内销特别强大 内销应纳的税特别多 而外销要退的税不多 去冲底内销应纳税 没冲底完 结果是正数的 是冲底了以后的内销 还有应纳税 冲底之后是正数 并不意味着说 企业没得到出口退免税的好处 它内销毕竟是少交税 只不过内销太强大了 少交一部分 它还是正数 还需要交一部分 如果呢 抵之后 企业应纳税额的结果 是负数的 那在这里 我们又要用到 我们之前学增值税计算 当时打下的基础了 是不是抵了之后 企业应纳税额的结果是负数 这负数就是我们出口要推的呢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还需要去分析 造成这个负数的原因 有可能是出口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这是我们后面 我们公式要做分析的 因为我之前 在给大家讲增值税计算的时候 打过一个基础 即便是一个纯内销的企业 完全没有出口 增值税应纳税额 也可能是负数 因为我们国家 增值税进向税的抵扣 主要采用的是购进口税法 我买进大的基设备 我买进不动产 我可能会出现非常巨大的进向税 而当期的销向税 可能比进向税要比很多 应纳税额出现负数 纯内销的企业应纳税额 也可能出现负数 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这里出现负数 我们一定要判别 你这个负数产生的原因 到底是出口原因造成的 还是为了内销突击采购原因造成的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他计算的过程 然后这个负数 分清原因之后 确定退 免底退税 这个退 一定是企业计算出 当期应纳税和小于林 出负数 我们才考虑退 如果是正数 没有退税 而是说要退的税 都抵了内销应纳税了 出负数 也就是应纳税和小于林会涉及到出口退税 这个时候 内销的应纳税呢 已经全都被出口应退的税给充体掉了 而出口应退的税还存在 没有抵完的金额 我们要考虑退 但是是不是直接退这个负数 不一定 我们需要计算 负数 有多少是出口没有被抵完的金额 有多少是内销突击采购所造成的金额 这样就使得增值税 免底退税 涉及到了三组公式 第一组公式呢 是综合考虑内外销因素 而计算应纳税额的公式 体现免替底这样的过程 没有体现退 免替底的过程 这组公式包括我们教材 86到87页的那个小1和88页的小4 具体来说 我们一起来看这两组公式 第一组86页 最下方当期应纳税额就等于当期的销项税额 减当期进项税额 再减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我们大家呢要注意 这里面的当期进项税额 包括为了内销的进项和为了外销的进项 它放在一起了 减去当期免底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这就是T那个因素 是对当期为了外销金额的那个税额的修正 那么这一部分修正 修正的原因 是增值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修正 如果增值税的退税率和征税率相等 就是我们应该增以后 征税率和退税率是一致的 它不规定比征税率低的退税率 那就没有T这个因素 我们有T这个因素的 都是增值税一的内容 都是我们传统增值税 出口货物啊 它会涉及到T 那在这里 当期免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这个T 到底怎么去计算 怎么去确定呢 那下面我们就要看 关于T它的计算公式 免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这个要T的这个因素 就等于当期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 乘上外汇人民币的折合率 去乘出口货物的适用税率 减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就是我们说的增退税率之差 再减一个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第一减额 在我们税法这个教材中 有两块难度特别大的东西 一块呢 是计算难度特别大的 就是增值税出口退税 还有一块是政策难度特别大的 是企业所得税那个重组 那有的同学说 那我们前边学的 那个增值税一会建筑业呀 一会不动产 那块难度也挺大 那块是记忆难度比较大的 而真的计算难度 政策难度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才开始面对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 你努力了 那你就会有成果 而且你努力了 只要站在所有考生前五分之一 那你就能够轻松过关 那么在这呢 我们大家呢 要看 这个公式 是我们增值税出口退税 计算难度最大的 这一部分内容中 难度最大的公式 最难的公式 我们现在是要面对它 这个公式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 当期出口后的离岸价 就是FOB价 上一讲给大家讲过的 有基础 城上外汇人民币 直合率 是因为我们出口 对外商报价的时候 往往呢 签订合同和报价 用的都是外币 比如说 我们订合同出口的 是多少美元 多少欧元 多少日元 那英国脱欧了 又多少英镑 都是属于这样的 但是呢 在我国计算纳税 必须要折成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 是我们国家的本位币 无论是计算纳税 还是缴纳税金 都要用人民币 所以在这呢 要用人民币的折合率 折成人民币 把外币折成人民币以后 乘上征退税率之差 意思呢 就是说 超过退税率以上的 你看征退税率之差 超过退税率以上的 这一部分因素 不可能给你退税 超过退税率以上了吗 不能退呀 所以呢 我们要用征退税率之差 乘上FOB的人民币折合数 说到这儿 还是好理解的呀 FOB人民币折合数 乘征退税率之差 算出退税率以上的 不打算给退的那部分因素 但是后边又有一个减号啊 这个减号后面的因素 是我们所有公式中 难度最大的 不太好理解的 是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 抵减额 本来咱们这个公式 是算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它是要做净项税转出的 是净项税的减项 而净项税减项里边 又出了个减项 复复为证了 这不是抵减额吗 是减项的抵减额 那这个减项的抵减额 又是什么呢 教材中又给了我们一个公式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抵减额 这个复复为证的 这么一个小尾巴 就等于当期免税构进 原材料的价格 呈征退税率之差 也就是如果从法理角度来说 当期免征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们要从进向税中 转出的 要对进向税进行调整的 是高于退税率的 那一部分计算金额 高于退税的计算金额 是和离岸价格的人民币折数 去算的 但是由于呢 我们要做进向税转出的 计算的 这个公式的依据呢 是离岸价格的人民币折合率 由于我们有免税购进 原材料的价格 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没抵过进向 因为这是免税买的 没抵过进向 没抵过进向 在进向税中没有出现过 你就不应该去做进向税转出啊 他没抵过呀 免税买的 没抵过进向的东西 凭什么要做进向税转出呢 而我们这个公式 可是要做进向税转出啊 因此就把没有抵过进向 根本用不着做进向税转出的 对于我们要做进向税转出的金额 做一次再修正 等于这个公式要修正进向税啊 而对要修正进向税转出进向税的金额 我们还要一次再修正 说到这我们同学又觉得晕啊 不好理解啊 那么好 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这两个公式 是可以去进行简化的 因为他们有供应式 我们把第二个公式带到第一个公式中 就是把当期不能免征和抵扣石油抵减额 后面的这个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成 出口货物的争退税率之差 带到第一个公式里 这样我们就发现我们前面那两个公式呢 带在一起是可以简化的 简化提取供应式之后 替税的简化公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需要做进向税转出的 替的那一部分金额 就等于外销的FOB的人民币折合数 减去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再乘上 争退税率之差 前两个公式带完了以后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其中呢 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包括当期国内购进的 没有进向税 而且不能计提进向税的 免税原材料的价格 和当期进料加工 保税进口料件的价格 其中呢 保税进口料件的 那个价格 它要体现的不是购进数 而是十号数 什么十号呢 就是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 然后呢 我加工完了以后 要出口 是我出口了的那个成品 实际耗用的 购入料价的价格 所以在这儿 不是说我进口买了多少料价的价格 而是你今后已经出口了 出口所耗用的 所以在这儿 强调十号 看到这里呢 我们考生 可能会豁然开朗 你会发现 这个公式 所表述的内容 是不是特别的眼熟啊 我们会注意到前面这个括号里 外销的 FOB的人民币折树 减去 免税 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当然这里 免税购进 涉及到境内免税购进 以及呢 境外进料加工 那是实际耗用的 那前面这个括号 所体现的内容 恰好是我们之前那一讲 给大家讲到过的 增值税 出口退免税的 计税依据 我之前特别给大家 归纳过 增值税出口退免税的 计税依据 对于工业企而言 往往就是 它出口的FOB 在扣除免税 或保税 金额 而对于外贸企 出口退免税的 计税依据 就不是它出口销售的 金额 是它够进的金额 前面给大家打过基础 到这你一看 这不就是出口退免税 的计税依据 成征退税率之差吗 这样 对于替税的公式 我们就能完全理解了 实际上它是用两个公式 就是我们教材中的两个公式 最终折射体现出来的 是增值税 出口退免税 计税依据 成征退税率之差 关于净料加工 出口货物所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也有相应的计算公式 是用净料加工出口货物 人民币的离岸价 FOB价 去呈净料加工的计划分配率 这个计划分配率呢 指的是计划进口总值 占计划出口总值 之间的这个百分比 我在这儿呢 要说一点实物的情况 要不然我们同学 可能不太好理解 因为在咱们现实中呢 如果我这个企业 想做净料加工 不是说你直接就进口 然后就出口 就净料加工了 是需要去找海关备案的 你得去备案 如果你不备案你 你进了这些料 海关才不会给你保税放行 它一定对你征税的 你备案了 它才能保税放行 盯着你是不是两头在外 那我们去海关备案备本 那个时候就要写明 我这次是尽量加工 计划进口总值是多少 分别是什么 单价数量总值都有了 我计划出口什么 单价数量总值也有了 到海关去备案 假定呢 我计划进口 一共是600万美元的东西 计划出口 是1000万美元的东西 这样计划分配率 就是60% 假定 我本月备案之后 我现在真的要出口了 我没出口到1000万美元 我就出口了一部分 我才出口了400万美元的东西 那你就拿出口货物的 连案价 FOB400万 乘上备案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下来的 计划分配率60% 46240万 我们就可以认定呢 尽量加工 你出口的400万货物 所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是240万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计算 在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时候 应该按照当期全部出口货物的离案价 扣除当期全部进料加工出口货物 所耗用的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后的余额 成 针退税率之差 也就是说 你要用你真的出口的那个货物的离案价 然后呢 去扣除 你用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 你出口的 这部分货物所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所以在这用的不是说 我购进的免税料价的金额 在这强调 是耗用的 是你购进以后生产完了出口那一部分 真正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同时在这呢 又强调 进料加工出口后 收起有关凭证申报 免底退税的时候 以收起凭证的 进料价格出口户 人民币连案价 扣除其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价的 金额后的余额 来计算免底退税 这是说呢 你要出口得有评有据 不能你说就出去了 得有评据 你把有关凭证收齐了 申报免底退税 你得根据你有评有据的 这个出口货物 所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无凭无据的 根本不能证明你出口多少 你也就不能够随便 去减除所耗用的 保税料价的金额了 所以在这里强调 要计算 要有评据 有依据 这里有计划分配率 是原来备案的时候 就已经有的 以后你再出口 出口也要有评有据 乘上计划分配率 算出进料加工 出口货物所耗用的 保税进口料价的金额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呢 看一到 我们去年考试的真题 某自营出口的生产企业 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出口货物的征税率17% 退税率13% 直接告诉你的 征退税率有差别 2015年的6月 购进原材料一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金额500万元 税额85万 也就是说 它在当月呢 有增值税的进项税85万 6月呢 内销货物取得 不含税销售额150万元 内销有不含税的销售额 那就有销项啊 拿150万乘上 题目中给你的 征税率17% 你就有内销的销项了 出口后取得销售额 折合人民币200万元 那这200万元不能抵近项啊 从出口退税角度来看 又给了你上月增值税的 留底税额10万元 留底税额 在算本月应纳税额的时候 你要考虑进去啊 它问你的 是该企业当期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那这道题呢 又告诉我们 在我们CPA税法考试中 有一些题目 它给你的数字 是干扰项 在你计算过程中 根本用不着去使用 比如说 就这个题目而言 你根本用不上的 它购进原材料 500万元 税额85万元 在这个题目 要求你计算的内容中 你是用不上的 还有留底税额 也用不上 内销货物销售额 也用不上 都是干扰项 咱们CPA税法考试 经常给你一大堆数 把你看得直眼晕 你不知道该用什么 你只有牢牢的把握好 它的计算公式 它不至于 在给你一大堆数字中 你迷失 所以在这呢 我们要看 它让你去计算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就是让你算T那个因素 你马上就要联想 我前面给大家归纳的 T的那个简化的公式 简化那公式 我们在考试和做题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简化那公式呢 是外销的FOB 减去免税 保税料价的金额 其中保税料价 必须是10号 然后成征退税率之差 就算出T T就是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而这个题目啊 它没有给你免税 保税料价金额 所以这题 相对简单 如果套那公式 外销的FOB 有了200万 减去保税免税 保税免税那个没有 就是零 再成征退税率之差 所以这个题目 最终我们计算的 就是200万 成征退税率之差 算出来 8万元 接下来这个题目呢 比刚才那个题目 稍微的复杂点 某企业 签订 进料加工 进出口合同 5月 进口料件 倒案价格 折合人民币 300万元 海关保税放行 当月将部分 完工产品出口 FOB价 400万元 大家注意一下 他进口料件 加工出产品 海关是保税放行的 展不征税 保留征税权 然后他加工完产品出口啊 不是全部都出去了 在这呢 是部分 完工产品出口 FOB价 折人民币400万元 他只出口了一部分 该企计计划分配率 60% 同时征税率 17% 退税率16% 我们来计算一下 他那个替税的金额 替税金额 就是要做进口税转出的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笨办法 就是我们教材中 给大家列的 一个一个的公式 不用简化公式的笨办法 我们先算一下 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在这里呢 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不能直接的就用 那300万 你看进口料价 道案价格是不是300万呢 不是 那是购进法 咱们现在要求用10号法 10号法呢 我们要用FOB 折合人民币这400万 乘上计划分配率60% 有240万 是我们出口的 400万人民币这东西 所耗用的料价 所以呢 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用10号法 在这儿体现出来了 10号的 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如果我们继续用书上 那个比较笨的公式来算 就要去计算 替税 最后减后面那 复复为证的小尾巴 当期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的 抵减额 你看 替税的 抵减额 复复为证的 就拿这个免税购进 料价的价格240万 乘征退税率之差 算出来 2.4万元 当期的替税呢 就要拿外销的FOB 乘征退税率之差 再减掉 这个当期不得免征和 抵扣税额抵减额 2.4万 算出来1.6万元 我们也可以用 减易计算 就是我给大家前面 把那个公式汇总了 汇总以后 那括号里体现出 是出口退免税 寄税依据的 前面跟大家讲的 减易计算 那个替税呢 我们直接拿FOB 人民币折数400万 减掉 免税保税 料价的金额 这个金额在这里要用10号 10号我们前面算了240万 400万减掉240万 成征退税率之差 一步我们就算出来 1.6万元 是要T的税额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分析 免征退税的公式 我们前面呢 给大家再分析 增值税免征退税公式 最基本的 当期的应纳税额 等于当期的 销向税额 减当期进向税额 当期免征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们前面 把这些因素 再进行分析 如果计算出来的结果 大于零 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前面也说了 当计算结果大于零 说明他内销特别强大 外销相对于内销来说 不够强大 我们准备 要退的税 去抵内销应纳税 因为内销特强大 应纳税特别多 把外销要退的税 全覆盖了 内销还有应该交的税 这是计算结果大于零 计算结果大于零 并不意味着说 企业没有得到 出口退免税的好处 它也得到好处 它让内销少交税了呀 这个公式出现的 当期应纳税额 是内销的部分应纳税 还有一部分 被外销要退的税 抵掉了呀 那当计算出来的结果 小于零 我们也不能说 计算结果小于零 出负数了 这一定我们要进行 出口退税 这负数我们赶快 给它退了吧 不一定 因为我前边和考生说过 即便我不是一个出口企业 我是一个纯内销的企业 我增值税的应纳税额 也可能出现负数 因为我们国家增值税 主要的扣税方法是高进扣税法 我买了一大机器 立刻我就有进向税了 而我这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金额 还没多少呢 我销向税没那么多 或者我呢 买了一批产品 或者是货物 一下突击采购 有了大量的进向税 这些产品货物 我还没有投入生产 我没有投入销售 我销向税不多 这样 即便是纯内销的企业 当期应纳税额也可能出现负数 因此 当我们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 小于零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要分析 这个当期应纳税额 计算结果小于零的原因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要去计算 出口免底退税的限度 免底退税 看一下限度 我们看一下应纳税额 负数的结果 是不是超过了免底退税的限度 如果它超过免底退税限度了 说明这个小于零的结果中 超限的部分 不是出口原因造成的 是内销突击采购原因造成的 如果算出来应纳税额 结果小于零这个负数 没超过免底退税的限度 我们能认可 你这个负数 就是出口原因所造成的 那下面 我们就要进入增值税 免底退税的第二组公式 计算外销收入 免底退税的总额 也就是最高限 算限度的公式 在我们教材的87页 免底退税额 实际上说的 就是免底退税的限度 就等于当期出口货物的 离岸价 乘外汇人民币牌价 就是FOB 人民币折合率 乘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乘完退税率之后 我们还要减掉一个 免底退税的第一减额 大家一看这减号 又开始紧张 说你看这又出一尾吧 这个减号后面的金额 特别好理解 免底退税的底减额 是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乘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这里的免税购进 针对净料加工 说的也是十号数 那我们发现 这两个公式 放在一起 又可以减化了 实际上呢 这免底退税 底减额 就是你已经享受过 税收优惠的了 你看 你都免税购进了 你都享受过优惠了 就从你当期整体 要享受的 免底退税限度中减除掉 享受过的优惠 就别考虑了 那这两个公式呢 带在一起 也可以提取供应式 提取供应式之后呢 计算 免底退税限度的公式 就简化成了下面这个 免底退税额 说的就是 免底退税的限度 等于外销的 FOB 人民币折合数 减去免税购进原材料的价格 呈 退税率 而括号里的这个数字 依然是我们前边 那一讲给大家讲过的 增值税出口退免税的 计税依据 实际上就是增值税出口 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称退税率 这样呢 我们把 免底退税的限度 算出来了 这是第二组公式计算的结果 而第一组公式呢 又有了一个 应纳税额的负数 我们就需要 把应纳税额的负数 和免底退税的限度 进行比较分析 看一下第一组公式那负数 到底该不该退 退多少 因此 我们又出现了第三组公式 在教材87 增值税免底退税的第三组公式呢 是把前两组公式的计算结果 进行绝对值比较 为什么我强调绝对值比较 因为负数永远是小于正数的 我们第一组公式 你算出来负数 我们才要进行比较的 那么我们拿绝对值比较小 也就是第一组公式出现的负数 和第二组公式出现的 我们免底退税的限度 我们进行绝对值比较小 确定哪些金额要退 哪些金额说明啊 你已经让内销少交税享受过好处了 所以呢我们第三组公式呢 是明确退税和免底金额的环节 我们拿当期期末留底税额 这留底税额是第一组公式 应纳税额的负数 如果第一组公式算出来是正数的话 我们也不会出现第三组公式啊 你不会出现这比较小公式 必须是负数留底税额 和当期免底退税限度 就是第二组公式比较小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数字 我们大家来看 假定当期期末留底税额 就那负数那绝对值 小于当期免底退税的限度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当期期末留底税额 给它退掉 就把第一个公式里面 负数给它退掉 但是我们又发现 你看免底退税 你那限度挺大的 你出口规模 你应该得到免底退税 这么大一数 你怎么留底税额比它小 你就退了其中比较小的一个数 没退的去哪了呢 我们拿整体的限度 减掉退的金额 我们就算出来 有一部分没有通过退 给企业优惠 但是实际上是让企业内销 少交税得到的优惠 就是当期免底税额 这里的免底税额 是企业内销 让它少交税 它得到的好处 这样我们就比较出来了 如果留底税额小于 它免底退税的限度 说明你那负数 真的就是出口造成的 既然是出口造成的 我给你退 就把那个负数 就给退掉了 但是你那负数 绝对只是小于免底退税限度 没退的 去哪了 你账上没有了 就那个负数都给退掉了 那么去哪了呢 体现出来 它让内销少交税了 是当期的免底税额 所以企业通过内销少交税 和得到退税 它就得到了整体免底退税限度 那一部分出口退免税的好处 如果当期期末的留底税额 大于当期的免底退税 第一组公式算出负数的绝对值 大于第二组公式免底退税的限度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第一组公式形成那么大的负数 不完全是出口造成的 你有内销突击采购的好多因素在里面 所以你期末留底税额才这么大 因此如果给你出口退税的话 我们最多退你当期免底退税的限度 哪个数小退哪个呀 我们就把当期免底退税 那个限度用退的方式解决了 既然整个免底退 整个限度都给你退掉了 我们没有影响内销 没有让内销少交税 是完全都给你退了 所以当期的免底税额 就让内销少交税的 那个税额就等于零 你没有让内销少交税 说到这里呢 我必须要说明 有一些初学者学到这呢 他比较晕的 就是留底税额和免底税额 他分不清 我在这解释一下 我们增值税的留底税额 是肖向减进向 减出来的负数 肖向减进向 那进向太大了 减出来的负数 留到下期和下一期进向 与下期肖向去抵 那个负数 而当期的免底税额 是我们免底退税 企业通过让内销少交税 所得到的税收利益 得到的一块好处 我内销少交了多少税呢 在出口这个过程中 让内销少交了税 就是免底税额 所以呢 二者的含义不同 大家要注意区分 那么在这里 我们大家也会注意到 这两个公式 如果不考虑 其他复杂因素 我们只是从理论上去看 当期呢 有免底税额的 他没有留底了 因为留底都退了 他就会有免底税额 我们计算过程中 如果最终有留底税额的 他就没有免底税额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看 留底税额大于免底退税 我们把免底退税 给他全退了 免底税额就是零了 没有让内销去少交税 免底税额没有了 但是他最终一定有 最终的留底税额 就账面上还有 是期贸留留底税额减掉 免底退税额剩下的 就你内销突击载购那块 形成你真正的留底税额 在账上 如果我们特别 绝对理论来看的话 有免底没留底 有留底没免底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 当然我说的这个是 绝对理论来看 现实中比较复杂 情况不一定如此 好 接下来 关于免底退税的要点 我给大家做一下 初步的归纳 免底退税的免 针对的是削项税 外销不计削项 体现的是免 由于退税率低于征税率 我们会出现 在底之前有个T 做进向税转出 所以免底退税 在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时候 会出现免T抵退四个步骤 T抵退都是对进向税的处理 其中的T是把 为了外销的进向 有一部分转入外销成本 去影响所得税 T完了之后的进向税 去抵内销的应纳税 这一部分抵让内销少交税的金额 会影响承建税 是我们后面在讲承建税的时候 要给大家强调的 抵内销应纳税 把内销应纳税都抵了 我们还有进向税呢 为了外销的进向 还有怎么办呢 退 所以在这里 免T抵退 它的要点的初步归纳 我们把握了 教材88页呢 有一个例2-7 我们大家呢 看一下 那个题目我就不念了 同时呢 我通过这个题目 给大家把这个免底退税呢 带着大家梳理一下 教材的那个题目呢 它说的是一个增值税的 一般纳税人哈 它的征税率是17% 退税率是13% 然后那个题目呢 告诉我们呢 那个企业呢 它有期出流底税额3万元 当期呢 它采购的这些原材料等等啊 它有进向税 34万元 当期呢 内销不含增值税是100万元 含税117万 内销有销项17万 当期还有外销 外销呢 折合人民币200万元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那道题目 我们计算的情况 首先呢 如果我们用T形账 来体现的话 那个题目给我们的条件 一个呢 它当期的全部进向 我们能找到 就是它给你的期出流底3万 和本期发生的34万 而T形账的代方 我们在核算增值税的时候 销项都是在代方来进行核算 进向税转出也在这一方 而发生的进向是在借方核算的 所以我在这呢 也是用了它的那个记账方向 在这给大家展示 内销的销项17万 在这里呢 代方这 我们能够进行记录 外销200万 不计销项 体现免 由于呢 它的退税率低于正税率 13%低于17% 差了4个百分点呢 然后我们需要做进向税转出 进向税转出怎么做呢 拿外销的FOB 那200万人民币折数 减去保税 进口料件 实际耗用的金额 这题没给你保税料件 耗用金额 那就太简单了 直接拿这200万外销的FOB 去乘 征退税率之差 那4% 算出来进向税转出8 这8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200万 然后我们乘上 17%减去13% 算出来 做进向税转出 进入外销成本 这样呢 我们初步算下来发现呢 这个T形账 它的借方是37万金额 代方呢 是25万金额 这样我们初步算下来呢 它有一个初步的余额 12万 如果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它借方余额 体现出来 就是应纳税额的负数了 因为应交税费 是一个负债类的科目 它如果是正数的余额 应该是在贷方 它在借方 我们大家学会会计知道 这说明应纳税额是负数 这12万 但这12万 我先暂时写在这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退的税额呢 不一定 我们要分析一下 按照这个企业的外销规模 算一下免底退税的限度 免底退税的限度呢 我们要拿外销的FOB 200万 减去 免税保税 料价金额 题目没有 然后乘上退税率 200万乘退税率13% 我们算出来 26 这26是200万 乘退税率算出来的 放在这个账户的代方 做一下记录 这26和介方的那12万的初步余额比大小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数字 所以呢 这12万是我们要去退的数字 我们现在确定了 是12万小于26万 我们要退12万 现在呢 免底退税的限度26万 我们用退的方式解决了其中12万 然后这账户就要归零了 说明什么 我们免底的税额 让内销少交税的数额是14万 这样呢 会计处理就比较简单了 按照我们教材中的处理方法 借其他应收款 应收补贴款 或者应收出口退税 12万是算出来要退的数字 第二个借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的应纳税 14万 让内销少交税的金额 再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 免底退税 整个合计26万 这是我们教材中的 例2-7 接着例2-8 和例2-7相比较呢 就是他当期突击采购了 进向税特别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他的全部进向税达到了73万 73万的全部进向 而他代方的只有25万 借方73万 代方25万 使得他借方余额呢 48万 所以在这我写了一个借方余额 写了一个48万 这48万的借方余额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退的呢 我们需要计算一下免底退税的限度 看他是不是 由于外销原因造成的 免底退税限度 我们算出来了 跟刚才那个题一样 外销那200万 乘13% 因为这个题就是那个进向税 和期出留底大了点 进向税68万 期出留底变5万了 其他都一样了 这样呢 我们一比较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数字 这26万 小于那边48万 我们退26万 等于免底退的整体的数字 我们都用退的方式解决了 这样呢 使得这个账户48万中 我们把它26万退掉 还剩下20万 成为真正的留底税额 所以这个企业真正的留底税额 是22万 会计处理 借其他应收款 应收补贴款 或者应收出口退税 26万 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出口退税 26万 他没有出现 什么抵减内销产品纳税 因为他没有让内销少交税 他全用退的方式去解决了 所以他那个免底的税额是零 免底就体现出 让内销少交税那是零 而他有留底税额22万 接着是我们教材 88页的立二杠9 立二杠9呢 和前面相比呢 他有了进料加工 保税料件的耗用 也非常简单 在这我依然带着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个企业 就那道题目 他发生了全部的进项 当期发生了34万 还有留底的6万 加在一起40万进项 内销呢 依然是100万 不含税100万 含税117万 其中呢 有销向税17万 而进项税转出 由于呢 我们这道题目 它涉及到了 进料加工 有保税进口料件 题目呢 给你特别简单 说实际耗用的 就是100万 实际耗用都告诉你100万 那我们就要拿外销FOB 200万 减掉实际耗用的 那个保税进口料件的 100万 然后成征退税率之差 算出来是4 然后 进入外销成本 这样就使得呢 借方和贷方 借方40万 贷方呢 是21万 就使得 他借方有一个余额 初步的啊 是19万 我也是暂时写到这 那19万是不是 我们要去推的呢 不一定 我们要算一下 免底退税的限度 免底退税的限度 依然可以用我前面讲的 简易的那个方法 用出口退免税的 计税依据 就是外销的FOB 人民币 折合数200万 减掉 免税保税料件的金额 题目都给你了 实际耗用的100万 乘退税率 算出来 是13万 13万和19万相比 这个免底退税限度 和他应纳税和负数 我们相比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 这13万小 我们就退这13万 还剩下一个6万 在整个账户中 这个13万退掉之后 还剩下一个6万 形成真正的留底税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再看 以往年度考过的一个真题 这是06年考过的一个真题 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06年6月 外购原材料取得防伪税控机 开具的进向税的专用发票 注明进向税额137.7万元 并且通过了主管税务机关的认证 这进向税可以确定了137.7万 当月内销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150万元 那他销项也能够通过150万乘17%去确定 外销货物取得115万美元 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 因为他考试那个年代是06年 所以给你的是1比8 该企业增值税的试用税率17% 退税率13% 问该企业6月应退的增值税是多少 让你算退税 这道题呢也是单选 给了你几个选项 你算完了以后去做选择 那我们呢 依然是按照免替抵退这个步骤 外销不计销项是免 然后我们考虑呢 出口 针退税率有差异 要有进向税转出 所以呢 要替的因素 替完了之后 拿内销销项减替完了之后的 那个进向 不要忘了 再加上期出的流底税额 这题没有期出流底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内销销项 150万乘17% 减掉 全部进向是要进行替的 由于他没有 保税免税料件的金额 所以我们要拿 FOB的人民币折数 115万乘8 折成人民币 乘争退税率之差 算出当期应纳税额负数 75.4万元 这75.4万是不是我们要退的呢 不一定 我们需要算一下免底退税的限度 看他抄限了没有 免底退税的限度 拿外销的FOB人民币折数减去 免税 保税料件的金额 题目中没有 那么我们直接拿 外销的FOB人民币折数 乘退税率 算出 免底退税的限度 119.6万元 比大小 绝对只比大小 是75.4万元小 哪个数小 我们退哪个 所以呢 应退的增值税 是75.4万元 接下来呢 是在我们教材的89页 说的是 引改增以后的 一些涉及到 出口退税的项目 就不是货物了 是零税率的 应税行为 因为呢 咱们增值税一 在引改增之前 增值税一都是出口货物 增值税退免税 我们前面讲过了 而引改增之后呢 还有一些应税服务 一些应税行为 涉及到出口退免税的问题 像国际运输啊 等等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 零税率应税行为 增税退免税 引改增以后的 它的公式 和我们前边 谈货物 增值税 出口退免税的公式呢 大致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 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由于呢 引改增以后的 这些项目 我们确定的 增值税的退税率 等于征税率 它不会和征税率不一样 也就是它退税的时候 可能用征收率去退 也有可能用征税率去退 不会有 不同于征税率 征收率的退税率出现 它没有退税率出现 这样 它没有替这个环节 没有替税环节 这样呢 我们会看到 零税率应税行为 增值税的免底退税的公式呢 当期零税率应税行为的 免底退税额 就是那个限度 就等于当期零税率应税行为 免底退税的 计税依据 呈外汇人民币折合率 直接去呈退税率 算出来的就是退税的那个限度 它用不着去再去减去 这个不能免底退税的 那部分金额 因为呢 它没有替这个环节 后面的这组公式呢 也和我们出口货物 退免税的 那个比大小的 那个公式是一致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我们教材 89页 有一个例2-10 它说的呢 是应该增以后的 国际运输业务 增值税出口退税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国际运输公司 登记为一般纳事人了 它实行的是 是免底退税的管理办法 2016年8月 实际发生的业务 一个是它承接了 有国际运输业务 就能享受免底退税的 零税率的业务 确认取得的收入 60万元人民币 它都给你折成人民币了 等于这个跨国运输业务 人民币它都折合好了 60万元 企业增值税 进行纳税申报的时候 期末的留底税额 是15万元人民币 在这直接 它把留底税都算出来了 就是它没有说 这个企业还有多少 进项还有多少 销项 那个过程 它都给你算完了以后 告诉你有一个留底 应纳税额付数 15万元 计算该企业 当月的应退税额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计算 它免底退税的限度 是多少 和它那留底那数的 绝对值比大小 免底退税的限度 就是它运输服务 它的计税依据 就是外销的那个收入嘛 因为免底退税 我们出口退免税 计税依据 只要免底退税工业企业的 都是看你对外销售的FOB呀 会取得的收入 在这里呢 是60万 乘上 它运输服务 增值税的退税率 由于呢 银改增项目 退税率跟征税率一样 那就是运输服务的 增值税的征税率 11% 算出来 6.6万元 然后我们拿这 6.6万元 免底退税的限度 和它 期末留底税额 15万元 比大小 哪个数小 退哪个 我们发现呢 6.6万元数小 我们就要退 6.6万 而期末留底15万呢 其中6.6万退了 剩下的8.4万 形成真正的留底税额 截转下期 这样呢 我们就看到 还是用T形账来表示 前边的镜像肖像 我们就不看了 它告你 有一留底的15 我们计算免底 退税的限度6.6 两边比大小 哪个数小 退哪个 6.6小 退掉了 15万中退到6.6之后 形成真正的留底税额 8.4万元 接下来呢 给大家增值税出口 退税计算的特殊提示 我们前面已经发现 当增值税出口的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的时候 就是我们增值税1 和货物有关 它好多的退税率 是低于征税率的 我还给大家举过例子 我们计算出来的 差额部分呢 是要计入出口货物 劳务的成本的 做进向税转出的 如果呢 退税率等于征税率 那出口商 就用不着 针对出口这个问题 做进向税转出 它可以得到 全部出口货物 进向税的退还 因此我给大家 继续用图示来讲解 免底退税计算 当退税率 低于征税率的时候 我们所谓免 对销项啊 外销的销项不计 不计外销销项 进向三分天下 第一分呢 是替退税率 第一征税率的部分 转入外销成本 替完了之后 用修正以后的进向 去抵内销的应纳税 抵不过的去退 而我们免底退税计算 盈改增以后的这些 应税服务应税行为 它的退税率是等于征税率 就没有替这个过程 直接的免外销不计销项 然后由于退税率 它就等于征税率 它就没有替的步骤 直接就去抵 拿为了外销的这个进向 去抵内销的应纳税 抵不过的 我们去退 各位学员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 正在高位翻转 出口退税这一部分呢 大家接触的比较少 比较陌生 需要稳住 大家服稳 坐好 谢谢大家